电影快餐车中有这样一幕 成龙从阳台跳到这阳棚上 然后一跃而下 可到了原标时 老板却立马收起这阳棚 导致他一屁股摔在地上 你们这些中国人楼梯都不会走啊 但其实这个镜头 是由替身演员钱佳乐完成的 按照导演的要求 必须从二楼跳下 而且必须要屁股先着地 所以危险系数非常高 稍有不慎 就会造成腰椎骨折 但当时的钱佳乐没有丝毫犹豫 很果断地跳了下去 仅一变就完成了这个危险动作 结果造成尾骨受伤 住进了医院 除了钱佳乐 影片中还有一位大哥级的体身 就是这个飞车党的头头 因为化妆的问题 导致很多人都没有看出来 他就是亚洲第一飞人 可受梁 片中有很多精彩的飞车特技镜头 都是由他亲自设计完成的 例如成龙开着快三车飞越公路 以及广场上飞摩托的特技场面 有的观众可能没听过可受梁的名字 但是你一定听过这首歌 而这首歌其实刘德华 为完成老大哥可受梁出唱片的梦想 自掏腰包帮他做的 可谓是经典之作 传唱度非常高 也被评为KTV必点歌曲 1992年 一个英国佬在报纸上叫嚣 要骑着摩托车挑战飞越长城 身为特技演员的可受梁 听后大怒 他不允许外国人成为飞越长城的第一人 于是在1992年11月15日 可受梁驾驶着亚马哈250cc型摩托车 以100麦的速度从北向南 成功飞越了长城风火台上空 约30米宽的货口 以不到10秒的时间 从河北的蓝平线 越到了北京的密云线 之后在香港回归了1997年 可受梁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 更是完成了飞越黄河的壮举 可令人惋惜的是 2003年 可受梁因饮酒过量 引发哮喘病 突发去世 年仅50岁 因此大哥告别江湖 但江湖依旧有大哥的传说 如果要问你电影《快餐车》中 最精彩的打戏是哪一段 那毫无疑问 是成龙和宾妮的交手了 这个宾妮外号喷起机 是一名职业格斗高手 别看他身高只有1米61 但那却是WKA初代中量级王者 职业格斗战绩是63胜零负 57次直接KO对手 一拳力量高达400磅 在格斗擂台上连续27年保持不败 可以说是相当恐怖的存在了 他也是著名五星上格云顿的教练 上格云顿曾经半开玩笑的说 如果你还想活着走下擂台 就一定要留神 别被宾妮的转身腾空后踹击中 在电影《飞龙猛将》中 宾妮就用自己的杀手锏一招制敌 袁彪当场晕倒送进了医院 他还将红金宝和其他十几个人 一起踢翻在地 其力量之大 由此可见一斑 为避免意外 在拍摄快餐车时 武术指导特意盯住两人 在打斗时一定要套招 但实拍是由激起两人的野性 因为成龙想着宾妮 毕竟是格斗高手 肯定扛揍 于是在拍摄宾妮被打的特写镜头时 为了电影效果 成龙用尽全力 重拳挥在了宾妮脸上 没反应过来的宾妮很快摔倒在地 脸也被打肿了 不得不冷夫休息一下 说好的套招 成龙却不讲武德 这也导致宾妮非常生气 轮到他反击成龙时 他也没有受力 一脚猛踹过去 虽然成龙带着一块护胸板 但还是被宾妮踢飞 躺在地上半天喘不过来气 等成龙刚站起来 宾妮又一拳将成龙打出鼻血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后 成龙却竖起大拇指 说来打得好 原来是激将法 成龙想要更真实的打斗效果 也因为这段动作戏的精彩 一举登上美国黑带杂志 被评为电影史上 打斗场面第二名 仅次于李小龙和洛丽世 在猛龙过江中的表演 如果要问你快三车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